原子前射仪是利用原子的波动特性来测量原子波 沿着不同路径之间的相位差的干射仪 与光学干射仪类似 原子前射仪测量沿着不同路径的原子波之间的相位差 原子前射测量在基础物理学中有许多应用 例如重力常数 精细结构常数和自由落体普世性的测量 并已被提出作为探测重力波的方法 它还具有加速度计 旋转感测器和重力梯度计等应用 原子前射测量在基础物理学中有许多应用 包括重力常数 精细结构常数和自由落体普世性的测量 并已被提出作为探测重力波的方法 它还具有加速度计 旋转感测器和重力梯度计等应用 以下是原子前射测量在基础物理学中的一些关键应用 一、引力常数的测量 原子前射仪可以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重力常数 G和精细结构常数 Alpha 原子前射测量作为探测重力波的方法的一些建议 应用包括 一、重力波的测量 原子前射仪可以透过测量 沿住不同路径的原子波之间的相位差 来探测重力波 这可以透过将原子前射仪放置在重力场 例如地球重力场中 并测量沿住两个垂直路径传播的原子波之间的相位差来完成 两条路径之间的相位差与重力波应变成正比 使用原子前射仪作为加速度计 旋转感测器和重力梯度计的优点 一、高灵敏度 原子前射仪可以高灵敏度的测量加速度 旋转、重力梯度等极微小的变化 二、高精度 原子前射仪可以高精度测量加速度 旋转、重力梯度 三、无活动部件 原子前射仪没有任何活动部件 这使得它们可靠耐用 原子前射仪的开发面临几个挑战 其中包括 一、原子前射仪依赖原子的波动特性 这使得它们对温度、压力和磁场等环境因素敏感 需要仔细控制这些因素以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 二、原子前射仪对震动极为敏感 很难将前射仪与外界干扰隔离